請問這是在2049年媽媽 那當初有媽媽這個角色的心情跟病態 有什麼見識會帶小孩嗎 對 我有去找朋友 然後真正的帶了朋友的小孩 我原本以為我的朋友會非常的不放心 但我發現媽媽們都會很希望 朋友趕快把小孩帶走 對 然後但是因為 可能尤其是別人的小孩吧 其實我會更緊張 就是在照顧她的時候 都會生怕哪一點讓她會不舒服 或者是讓她受傷 所以在照顧朋友的小孩的時候 感受不太一樣 我相信比較不是像真正媽媽的那種感受 但後來真的在拍戲的時候 跟我們剛剛戲中的小朋友 就是相處的時候才真的有感覺到 就是她需要你 然後你也會很本能的想要保護她 這種心情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部戲 真的有讓我母愛大爆發 我覺得我可能是 內心想要當虎爸 但是我會提醒自己要愛的教育 對 因為我自己的家庭成長也是 爸爸是很嚴格的 對 但因為我自己是 是學教育的嘛 所以就會覺得 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試著跟小孩子溝通 不要覺得小孩子什麼都不懂 聽我的就對了 對 我覺得現在時代在變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更 先進或是更不一樣的觀念 去教育孩子 對 我覺得我的個性喔 因為我妹妹小七歲 所以我小時候 小時候就是帶她長大的 我就有點像她的類似 某一種媽媽這樣 那我對我妹就會一直有一點 可能比較過度關心 你知道她第一次工作或什麼 我都是過度關心的狀況 然後 再來像對我的寵物的話 我就覺得我好像都是被吃了幾乎的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變成毒嗎 只是那種 過度關心心理跟脆弱的媽媽 之類的吧 沒有 臉書就是剛好湊巧 因為前一天我剛好跟朋友聊到那個 哈密瓜有哈味這個新聞 然後我們還點閱來看 就是覺得哇 當時聽到這一番話 隔天聽起來就覺得 哇很有哲理很哲學的一句話 所以可能剛好是碰到 而且那張照片是我拍的 拍得還不錯 你硬要介入這件事 對 他有超微安慰的 覺得很榮幸 沒有什麼好安慰的吧 就是我覺得 對啊 對啊 美食 對啊 因為就美食